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麦子学院学习Python自动化开发 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Python开发环境的搭建 以及web相关的一些调试工具的安装与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使用Python做自动化发 我们第一步呢 首先要安装Python的集成开发环境 我们可以去Python的官网www.python.org 下面去下载Python的ID开发环境 我们下载的是Windows的 我们打开官网之后呢 大家来看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输入这个www.python.org 然后呢 我们在download这里面呢 可以下载Python3.4.3 或者是Python2.7.10 我在这里呢 咱们当前我们就先使用最新的吧 如果说我们后面做API完不开发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2.7 但是当前那个我们还是选3.4 因为这个还是要消强发展 我们在这里点击下载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正在下载中 我们等待我们的安装包下载完成 大家看我这里下载完成了 然后呢 这里呢 有一个python3.4 msi 我们双击 等一下 然后点击运行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进行安装 我们可以instit for all users 然后nest 安装在哪个目录呢 我们这个里面装到地盘吧 然后nest 我们以前装过 那我就是否要把它替换掉呢 替换 全部替换 nest 然后一路nest 等待安装完成 再来看我在这里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可以点击finish 这时候呢 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多点呢 我就取消了 就不用管了 大家看在这个开始里面呢 这回就有一个python3.4 python3.4 大家看 在这里有个python3.4 然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goi 这个ide开发环境 我们的发送桌面快捷方式 大家看在这里呢 有一个pythonide 然后我们双击它 打开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使用python的语句 来看一下有没有安装成功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out to pass 大家看 这个呢 python的ide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配一下 python的环境变量 我在这里敲入comand 我们再敲一下 python看有没有 大家看我这个已经配好了 配环境变量怎么配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打开 计算机里面的属性 有个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有个环境变量 再来看这里有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pass的选项 我们找一下这个pass 我们点击双击或者编辑 然后呢 我们来找一下python的那个环境 我在这里把这个python的目录给配上就行了 我们找一下 大家看我在这里配了一个 D D盘里面的python 3-4下滑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从这里面找到python的 这个执行程序 这个时候呢 我们python这个就配完了 配上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关掉 首先我们确认第一步 我们安装了python 第二步呢 我们要安装配方 怎么安装配方呢 我们可以去这个地址 去下载配方的安装包 我们打开一个流浪器 然后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个配方的包 然后呢 我们下载 下载这个sauce吧 保存在桌面上 等一下它下载完成 下载完成了 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包解压缩 解压的配方 7.7.1下面 然后呢 我们进入这个目录 从命令行进入 command 然后呢 cd到 这个 这个目录下去 然后我们执行一个命令 哪个命令呢 peep passen type install saucef.py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 peep 给它装进去 等一下 大家来看 这个python 装的位置呢 大家来看 这个配方 它装到了这个位置 d盘 python 3.3.3.4. lab set pickage 下面 装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敲一下 配方 大家来看 这个里面 它已经是配好了 环境变量呢 也要 像刚才那样配一下 把这个路径 给它贴到我们的 环境变量中去 这样的话呢 它能找着配方 当我们找到配方之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打开我们的ide 我们emport clinumer 大家来看 这个是有的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呢 也使用 pe 因此 -u clinumer 给它装一下 因为我这个里面 可能是以前装过的 然后它也有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再重新安装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python的开放环境 以及 clinumer的开放环境 全给装起来 后面如果说 我们需要 安装其他的包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配方 来进行安装 但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使用 这个clinumer 打开一个 浏览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 首先要干嘛呢 首先啊 导入 emport clinumer 应该是从 from clinumer emport web driver 大家来看 这个是 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这个 webdriver 来打开一个 浏览器 我们这个webdriver 它内部呢 默认是有一个 firefox 我们后面再讲这个 为什么它能够直接打开 firefox 然后我们敲一下这个 brother 等于webdriver 等于webdriver firefox webdriver 是我们从 pignumer的模块中 导入的一个 模块 这个模块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呢 它有一个firefox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 browser的一个对象 我们回车 看一下有什么像 我们等一下 它理论说会给我们打开一个火狐的流浪器 我们等一下 再来看 我在这里呢 打开了一个新的流浪器 这流浪器呢 没有任何东西 也就是一个流浪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敲一个 browser的 quart 再来看 光它打开的流浪器呢 已经推出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流浪器 使用webdriver 内置的firefox 这个方法呢 打开 返回一个流浪器对象 然后呢 我可以 调用它的quart的方法 返回这个实力呢 也就browser这个实力 使用quart的方法 就推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webdriver 来打开和 关闭流浪器 我们第一步呢 已经实现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 后面这个firefox 一个前端工具的介绍 这个工具呢 主要是用来后面 我们定位一下 我们页面上的元素 主要呢 是根据它的属性 来进行定位 也就是xpass 那么这个firefox 这个firebug 它呢 是需要 我们来进行安装的 那么怎么安装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流浪器 火候流浪器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查找一个开发者 然后我们在这里 可以获取更多工具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给我们弹出来一个firefox相关的工具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查找一下 firebug 输出之后呢 我们直接回车搜索 带来看 在这里呢 会搜出来一个firebug 然后呢 这里可以添加到firefox中 带来看 它正在下载 我们等一下的下载完成 大家看 当我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就这里点击安装 然后它提示我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现在先不管 我先把它关闭掉 然后我又记一下 带来看 在这里它会出现一个 使用firebug查看元素 我们就使用这个来查看一下这个元素 带来看 刚才呢 我点击的是什么呢 就是天涯的firefox 也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其实呢 它是一个链接 然后在这里呢 可以带来看一下 复制rtml 然后复制xpass 以及复制css路径 张贴 它会多一些这个事情 然后呢 会多一些属性 我们在这里呢 后面要使用它的复制xpass 因为当我们从一个页面中 如果说它那么多页面 那么多机 我们一个用xpass找 是比较费劲的 那么这个如果你那边已经固定好了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xpass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使用这个可以对我们这个网件进行一些调试 这个就是我们要装一个firebug 然后它的安装方式和使用方式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就不对它的进行 详细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它的说明 我在这里就不做详细的讲述了 只是看怎么安装 到不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可以推出就行了 那当我们把firebug装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使用 C率 你用来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强当的一些技术 主要是HTMR GS XMR 和CSS 我们做web测试呢 肯定也会给这些东西来打交道 其中 HTMR呢 是网易二的基础 它是一种标记的语言 它主要是用来做想试数据来使用的 像我们现在HTMR5 它里面呢 就有一些新的标签和定义 这个呢 需要浏览器来支持的 这个呢 就是GS GS是一种前端的脚本语言 它呢 就是浏览器可以解释这种语言 它可以在我们页面中呢 来添加一些交互的行为 第三个呢 是XMR语言 XMR语言呢 它是一种扩展的标记语言 HTMR它的格式呢 基本上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XMR是用来传输和存储数据的 最后就是CSS 这个主要是为了层叠样式表 也就是它呢 用来表现这个HTMR和XMR等文件的样式 使用这个呢 使我们写 一面写起来更加方便 如果大家对这些语言 完全没有概念呢 我们可以去麦子学院 前端的一些技术方面的视频呢 去学习一下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这个对于我们做一些自动化测试呢 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打开了一个火狐浏览器 那么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实验 用使用CVDM打开一个chrome浏览器 我这边呢已经装好了一个chrome 我们来手工打开我们chrome浏览器 大家看我这边呢是有个chrome的 然后把它关闭掉 我们使用cdnome来打开 首先fromcdnome unportwebdriver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来打开一个浏览器 bd等于webdriver的chrome 使用这个方法呢来返回 打开一个浏览器 我们回车 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我们只装了一个浏览器 chrome的浏览器 然后呢 再去访问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呢 报的错误是应该 找不到我们的webdriver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操作呢 这个就看我们chrome的也需要配置下 我们如何来安装chrome浏览器的一个webdriver 这个chrome呢 应该是改成webdriver 我们首先要安装chrome的浏览器 我们最好是安装最新的 因为这个chrome一直在更新 第二个呢 我们要去下载chrome的一个driver 这个.ese 这个下载地址呢 网上有很多 然后呢 但是它那官网上 那个可能有的被封掉了 我们也下不来 这个chrome.ese呢 后面会穿着的麦子 然后大家可以从 它那个官方视频上 和那个下载地址上 应该可以下载到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放到我们浏览器的安装目录的谷歌chrome ,application里面 那我们来 controlc一下 看一下这个在哪里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 浏览器的安装地址 谷歌chrome 我们看一下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它就在我们c 盘下面 下面呢 我们打开这个目录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录 咱俩看 c盘 program field 谷歌chrome application 然后我们把这个web chrome的driver 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复制的是哪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chrome chrome driver exe control c control 继续 把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还不算完 我们把这个路径拷贝一下 然后呢 把它添加到我们的环境变量中 然后计算机 属性 高级系统设置 环境变量的设置 然后在这个系统变量中呢 我们查找pass这个变量 最后呢 大家来看 我在最后这行呢 又添加了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chrome的路径 我们使用一个逗号 然后呢 在control v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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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重新再来做一次 现在b等于 web driver 的 chrome 回车 大家看呢 这里会弹出这个chrome的web driver 的rlc 然后呢 我们就打开了一个chrome 浏览器 这个呢 我这个chrome浏览器 可能它那个比较早了 我后面更新一下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 fairfox 以及chrome 它的一个配置 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基于其中的一个浏览器 来做相关的实验 chrome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它有审查元素 可以直接把chrome 什么的都能得到 然后 fairfox呢 我们安装了 那个fairdebug 也是很方便的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 就是安装pathon 并且呢 配置环境面量 第二个 安装pap 然后呢 同样的配置环境面量 第三个呢 安装 cd5 安装的命令呢 就是pap 印词 就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安装 当然我们需要把替价把这个黄金面量配置好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使用 cd6 cd6 web driver 来 打开 火狐 流浪器 然后第五个 我们就 配置了 chrome的 web driver 并且 使用 cd6 打开 chrome 流浪器 好 到下的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机具自动化测试的一个开发环境呢 就配置完成了 后面我们如果大家敢可以自己刻下 配置一下 python 其他的一些编辑工具以及具体工具 比如像 使用什么呢 使用clips 或者 cd6 来配置一下 或者装一些其他的工具 这样的话呢 我们鞋代码会更加方便 在这里呢 我就不详细的讲解了 如果大家不会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麦子学院 python 相关的一个课程 它里面会有一些讲解 好 那么这一课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